不知道大家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 大多数小轿车内部中控台上的按键都是英文的 我们很少发现有中文的按键 只有极少数自主生产的汽车会采用中文的标志 那么国内的汽车商为什么不进行汉化呢 其实最简单的原因就是汉字比较复杂 笔画比较多 按键就那么小设计起来比较困难 而字母占用的面积比较小 在按钮这样的微小物品上进行标注的时候 占用面积小的情况可以做得大一些 这就是字母的天然优势 比如ABS就比轮胎制动防BOSS系统占用面积小得多 即使简化为防BOSS三个字 也比相同数量的字母复杂得多 简化的英文缩写其实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图标 中文由于字体结构太复杂了 如果当作图标就会降低辨识性 实际上按键符号也是有国际规定的 符号的大小形状都有规定 而这些标准中很多符号都是根据国际惯例执行 也就是英文的使用 但如果你实在不想看英文 想看中文来的方便 那么你可以选择去某宝上买汽车按键中文贴 贴上之后驾驶挨车撩妹一条龙 还不是美滋滋 不过小编认为目前国内已经与国际化接轨 即使安装英文按键 司机们熟悉以后也能看得懂 英文缩写相对于中文更加直观明了